还有人问 当身心特别难受的时候 已经有能力像老师一样提起正念的 还有别的办法吗 佛教的修行法门就是这样子 一般就是当你身心很难受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的离开烦恼 这不坏就是借天会这三门 没有别的 没有第四种方法 比方说人家骂你 人家骂你的话 你是不是特别难受 那你如果没有定也没有会 你要怎么办 你如果修忍入也可以 你就不要把他骂回来 他看你傻傻的在那边被骂 然后呢 骂完了他自己也觉得没意思就走了 这是用修借的 用借的方法去对治烦恼 那你如果跟他打起来 你把他骂回去 甚至打起来 那当然你的烦恼就会变大 所以这是用戒的方法 来让你的烦恼不要 就是 就是 变得太可怕 让你烦恼失控 这个是用戒律的方法 这是最 最初级的方法 凡夫 就是没有修行的人 没有定没有会的人 只好用戒 有定的人就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已经有定力的人 你离开那个境界 你只要一离开那个境界 你差不多马上你就解脱了 离开那件事情 你就马上解脱了 你不会再回头去想 修定的人能够这个样子 修会的话就是说 你就能够用智慧法 我们就知道这一切都是梦幻泡业 乃至你能够知道 甚至实证 诸法本来无生 这个会的话是什么 是可以把烦恼连根拔起 把它就是整个消灭掉 所以 这个就看你的程度到哪里 已经大上见到的人的话 基本上他都是用会门在对峙 会门的话可以讲对峙 也可以讲不对峙 因为你知道的是实相 所以你就不会刻意去起心动念 就还要在心里面放一个什么不识句 不识句是我讲的没错 但是我像战官是不会平常老师抱着这个不识句的法医在那边 觉得就是 去判断说自己哪件事情该做哪件事情不该做 这不可能是我的这种状态 那个当初要抱着死指抱着不放那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就是已经发起定境 这个就是再讲一遍 住 然后三妹 舍 那我们修这真如三妹是用智慧法门去修的 所以呢你也一样是要经过住三妹舍这三个阶段 舍是最后阶段就是你已经有无间作义了 就是你不用刻意去想 这件事情你就永远知道 永远都知道他这个就是就是事实 世界上就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早就知道了 你永远都不会忘记 永远都不会忘记 并不是说你要时时刻刻去记住他 而是你平常没有刻意去想 然后一旦碰到境界的时候你就 就习惯性的就是那个宗旨就会 就会留住出来 你就会知道就说 你就就不会忘记说 这个就是梦幻泡 或者这个就是本来无生 就都永远都都晓得了 所以要到这种状态才能够离开无名 不然的话你就那个住三妹 这都不算数 要时正才能够守 这样大家了解吧 在这种状态才能够守 那以上就是这样的状态才能够寻找